第五章,感官之乐 一走进舞池,我就觉得像漂浮了起来,好像喝醉的感觉,当舞蹈尽兴,我浑身发热,欣喜若狂,仿佛借着身体语言与他人沟通 美国小说家卡贝尔写道,一无所有的人替自己的臭皮囊省了尘世一笔俗债,但身体仍能享受许多快乐 当我们觉得不快乐,沮丧,厌倦时,有一条很方便的出路,尽量利用自己的身体就行了 现在很多人都注意到健康与良好体魄的重要性,但身体所能提供的不计其数的乐趣的潜能,通常都没有被充分开发 很少有人能像特技表演者走路那么优雅,能像艺术家看东西那么独具慧眼 像打破纪录的运动员那么欣喜若狂,像品酒专家那么能尝出微妙的差别 也很少有人能精通爱的技巧,甚至可以把性提升至艺术的境界 事实上,这些机会福时皆是 改善生活品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学着去控制身体和感觉 人值多少钱? 科学家有时会估算人体值多少钱,借以自于 化学家不厌其烦地把皮肤、肌肉、骨骼、毛发 以及其中所含的少量矿物质和元素的市价加起来 得到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几美元罢了 其他科学家估算人类心智处理资讯与学习的能力 得出的结论却极然不同 照他们的估计,打造这么灵敏的一具机器所谓废不资 需要数亿美元的资金 用这些方式来评估身体的价值 其实都没什么意义 身体的价值既不在于它的化学成分 也不在于处理资讯的线路 它真正无比珍贵之处 乃因它是一切体验的来源及实际生活的记录 给身体和它的运作定一个时价 就像给人生贴上一个价格标签一样荒谬 我们凭什么决定它的价值呢? 身体能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产生乐趣的潜力 但很多人都忽视了这种力量 因此从不运用自己的体能装备 把身体制造乐趣的能力输之高格 感官不加训练就只能提供混乱的资讯 声色的动作漫无目标而又笨拙 迟钝的眼睛只能看见丑陋无趣的景象 没有音乐感的耳朵 听见的多半是刺耳的噪声 粗糙的石头也只能辨识平凡的味道 如果任由身体感官萎缩 生活品质充其量只能勉强及格 有时甚至相当苦闷 但一个人一旦掌握了身体所能 学习为肉体感官建立秩序 精神伤的现象就会一扫而空 变为充满乐趣的和谐 人体有数百种独立的功能 眼看耳听触摸跑步游泳投掷登山 这些不过是其中很小的部分 但它们都跟心流体验有关 每种文化都会发明一些既能产生乐趣 又能发挥身体潜能的活动 正常的体能运动 例如跑步 搭配上根据社会环境设计的规则 既需要技巧又能提供挑战 因而就变成了一种心流活动 不论一个人慢跑 为打破基路而跑 跟别人赛跑 还是像墨西哥 塔拉胡马拉族 印第安人那样 趁某些节日 在山中举行长达数百英里的赛跑 都为移动身体的简单动作 增加了繁复的空间 使动作能提供适宜的回馈 并带来最优体验 加强自我的力量 每种感官 每个动作都可加以控制 借以产生心流 用心灵驾驭身体 在进一步探讨体能活动 对最优体验有什么帮助之前 先要强调 光靠身体的动作 是不能产生心流的 一定要投入心灵的力量才行 比方说 要从游泳中得到乐趣 我们就必须培养适当的技巧 并集中注意力 若缺少相关的思想 动机 感情 就不可能充分自律 也不能学到足以享受游泳之乐的泳技 更重要的是 乐趣发生在游泳者的心里 换言之 心流不可能是纯体能的活动 肌肉和大脑必须参与才行 接下来要谈如何善用身体 进而改善体验品质 这包括运动与跳舞等体能活动 性爱技巧的培养 以及东方文化 借锻炼肉体 而控制心灵的一些训练 进而会谈到 如何区分视觉 听觉 味觉的用途 这些感觉 都能提供无穷的乐趣 但只有发展必须的技巧 才能享受得到 对于没有技巧的人而言 身体不过是廉价的血肉之躯罢了 动的乐趣 用现代奥运会的格言 更高 更快 更强 描写身体的心流体验 可说 虽不恰当 亦不远 它不断追求 比前一个记录 更上一层楼的原则 适用于任何运动 所有体育活动最纯粹的形式 就是突破体能的极限 不论体育竞赛的目标 在局外人看来 多么微不足道 但在展示完美技巧的企图下 它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 例如 投掷的能力 实在没什么了不起 连婴儿都能做得到 但血肉之躯 究竟能把一件 沉重的物品投掷多元 却是人类自古以来 就面临的挑战 古希腊人发明了铁饼 古代最优秀的铁饼选手 会由最杰出的雕刻家 为他们俗像 永垂不朽 瑞士人在假日群集高山草原上 比赛是能把树干投掷得最远 苏格兰人也有这种比赛 不过投掷的是大石块 现代棒球赛造就了名利双收的选手 只因他们的球投得又快又准 篮球选手的成败同样取决于上篮的本领 此外还有标枪 板球 撞球 制铁锤 回力棒 钓鱼抛杆等运动 这些源自基本投掷能力的变化 均带来不计其数的享受乐趣的机会 更高是奥运格言的首词 飞跃在空中被公认是一种挑战 打破地心引力的限制 则是人类古老的梦想 希腊神话中带着翅膀向太阳飞翔的 伊卡洛斯 一向被视为人类追求文明的象征 然而这个动人的辟语却造成误导 跳得更高 攀登更高的山峰 及飞跃地平线 都在人类最喜爱的活动之列 有些学者创造了一种心理疾病的名称 伊卡洛斯情节 用来描述这种摆脱地心引力的欲望 其实 所有企图把乐趣解释为 对抗受益焦虑的防卫机制的论调 同样造成误导 当然 所有具有意义的行动 都可视为对抗混沌的一种滋味 正因为如此 我们更应该把能带来乐趣的行动 当作健康的迹象 而非病态 步行可以乐无穷 能产生心流的体能活动 不一定局限于杰出运动员的表现 奥林匹克选手并未得天独厚 拥有打破记录享受乐趣的专利 即使一个体能不怎么高明的人 也可以爬得高一点 跑得快一点 长得强壮一点 任何人都可以享受 超越身体限制的乐趣 不论多么简单的体能活动 只要能产生心流 就令人觉得乐趣无穷 基本步骤包括 一 确立一个总目标 并尽可能包含多个实际可行的子目标 二 找出评估目标进度的方法 三 保持精神集中于所做的事情上 并且对活动涉及的挑战 进行越来越精细的区分 四 培养随机应变所需的技巧 五 在活动变得令人厌倦时 随时提高挑战的难度 步行是这套方法很好的应用实力 虽然这可谓是一种最简单的身体运动 但仍然能发展成一种登峰造极的复杂心流活动 步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目标 诸如行程的选择 要去什么地方 走哪一条路 路线确定以后 还可以选择在哪里停留 注意哪些特定的路标 其他的目标可能与个人风格有关 如何用更轻松有效的方法移动身体 用较少的动作得到较大的锻炼效果 则是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 评估进度所需的回馈 包括走完预定距离的速度有多快或多轻松 沿途看见多少有趣的景物 路上产生哪些新观念或新情绪 活动所具备的挑战 就是迫使我们全神贯注的力量 步行具有的挑战有很多种 视环境而定 对于住在大城市的人 平坦的人行道 棋盘状的世界 均使步行成为轻而易举的事 在山路上步行 却是另一回事 对熟练的登山者而言 每一步都代表不同的挑战 落足点需要审慎选择 尽可能取得最好的平衡 同时还要考虑到身体与不同落足表面 泥土 岩石 树根 杂草 只干之间的动力与中心 在崎岖南行的山路上 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每一步都小心轻盈 不断根据地形调整步伐 犹如解答一连串 涉及质量 速度 摩擦力的复杂方程式一般 当然 这套计算步骤完全是自动自发的 乍看好像是出于直觉 如果步行者对地形的资讯处理有误 不能适时做出调整 那么即使不摔倒 也会很快就觉得疲倦 因此步行虽然看似完全不自觉 而事实上却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城市的地形虽不具有挑战性 却也有其他培养技巧的机会 如群众的社会刺激 都市环境中历史与建筑的背景 都为步行增添了许多变化 步行者可以浏览橱窗 观察他人 思考人际互动的模式 有些步行者专挑最短的路程 有些人则会选择最有趣的路径 有些人以在精确的时间内 走完同样路径而自豪 有些人则喜欢经常调整行程 有些人在冬天专挑有阳光的路面 夏天则专挑阴凉的路面走 有些人刻意调整步伐 以便过马路时刚好赶上绿灯 当然这些享受乐趣的机会都需要培养 他们不会随便降临到 那些从不设法控制行程的人身上 如果不事先设定目标 培养技巧 步行就是一切没有意义的苦差事 一方面步行是想象所及的最微不足道的体能活动 但只要我们设定目标控制整个过程 它仍能带来无穷的乐趣 另一方面 现在有数以百计的运动及强身方法 从回力球至瑜伽 从骑自行车至中国功夫 如果我们只为赶时髦或改善健康而参与 不见得会有什么乐趣 很多人陷入一种到头来无法自拔的体能活动中 把锻炼身体当成一种义务 一点也没有兴趣 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 形式与本质混淆不清 以为具体的行动与事件 就是决定体验内容的唯一事实 这种人已加入豪华健身俱乐部 就是乐趣的保证 但我们早已说过 乐趣不在于你做什么 而在于你怎么做 我们有一项研究 专门探讨以下问题 一般人在修宪活动中 用掉较多物质资源时比较快乐 还是在投入较多自我时比较快乐 我们尝试用体验抽样法来寻求解答 这是我在芝加哥大学 发展出来的研究体验品质的方法 前面已介绍过 我们发给受册者 每人一个呼叫器 一侧小笔记本 有一台电子发报机 在一星期内 每天发出八次讯号 时间不定 每当呼叫器一响 受册者就要填一页报告 说明他们当时身在何处 跟什么人在一起 做什么事 并且根据分为七级的量表 对当时的心情由非常快乐 到非常悲伤进行评估 我们发现 一般人花费大量外来资源 从事休闲活动 需要昂贵的设备 必须消耗电力或其他能源 像开动机船 开车 或看电视时 快乐的程度 反而不及较廉价的休闲活动 他们在跟别人交谈 做园艺 编织 或从事其他嗜好时 最能感觉到快乐 这些活动需要在物质资源都很少 却需要投注相当多的精神能量 而消耗大量外在资源的休闲活动 大多不需要什么注意力 值得留恋的回馈也相应减少了 舞蹈身体的表达 运动与健身并非通过身体寻求乐趣的唯一途径 其实还有很多注重节奏与和谐的动作都能产生心流 其中 舞蹈可能是最古老 也最引人注目的一种 它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复杂的潜力 从最偏僻的新吉内亚岛土著部落 到最考究的莫斯科波修瓦芭蕾舞团 身体随着音乐舞动 通常被运用成为改善体验品质的一种手段 或许有人认为 上夜总会跳舞是一种怪异而没有意义的活动 但很多青少年把它当作重要的乐趣来源 跳舞的人描述在场中舞动的感觉说 一走进舞池我就觉得像漂浮了起来 真愉快 觉得自己浑身冻了起来 好像喝醉的感觉 一切得心应手时 我会满身大汗 浑身发热 欣喜若狂 你四处舞动 想借这些动作表达自己 这就是重点所在 这可说是一种身体语言 沟通的途径 如果顺利的话 我真的能利用音乐和周遭的人 进行充分沟通 舞蹈的乐趣往往强烈到 足以令人放弃其他选择 米兰的马西密尼教授 从一群舞者那里 收集到一份极具代表性的陈述 我从一开始就想做职业的芭蕾舞演员 这并不容易 不但酬劳微薄 还要经常四处跑 母亲对我的工作抱怨频频 但是对舞蹈的热爱 使我得以坚持下去 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这一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0位适婚年龄的专业舞者当中 只有三人结婚 而且其中只有一人生育孩子 因为怀孕通常被视为 对事业的重大干扰 正如运动一样 不一定是职业舞者 才能充分享受 驾驭身体表达潜力的乐趣 业余舞者 不需要为婆娑起舞而牺牲其他目标 同样也能获得莫大的快乐 其他以身体为表达工具的形式 还有很多 墨具和戏剧就是很好的例子 通过笔画来猜谜的游戏 在家庭聚会中盛行不衰 无非是因为 他让人暂时摆脱习惯的身份 扮演起不同的角色 即使是最可笑而笨拙的模仿动作 已有助于摆脱日常行为模式的拘束 窥探一下 不同的生活方式带来的乐趣 爱到最高点 一般人美思及乐趣 通常第一个就联想到性 这并不足为怪 因为性本来就是 除了求生与吃喝之外 最能给人满足感 且动作最强烈的一种体验 性的需求可以把精神能量 从其他目标中吸走 因此 每种文化都必须致力于 诱惑和节制性欲 许多复杂的社会制度 更是专门为了约束性欲而存在 所谓爱使世界运转 实际上就是说 人类行为直接或间接 都靠性需求来推动 我们洗澡穿衣 书头 都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吸引力 很多人工作的目的 就是养护配偶 维持佳绩 而我们努力争取地位与权利 一部分也是为了赢得别人的爱 与仰慕 但性是否一定能带来乐趣呢 现在读者或许已经能猜到 答案与当事人的意识发展有关 同样的性行为 可能有人觉得痛苦 恶心 可怕 没感觉 有人觉得愉快 乐趣无穷 欣喜若狂 端是他与个人目标的关系而定 强暴与两情相悦的结合 在肉体上可能相去不远 而在心理上的效果 却有天壤之别 我们不妨说 性刺激本身通常是很愉快的 我们天生就能从性爱中得到快感 这是自然界促使个体从事繁殖保障物种延续的妙法 一个人要享受性的快乐 首先必须身心健康且心甘情愿 这并不需要什么技巧 有了第一次经验以后 就不会再遇到新的体能挑战 但是跟其他类型的享乐一样 性若不能导入乐趣的方向 也很容易沦为无聊 它会从具有积极效果的体验 变为无意义的仪式或上瘾的依赖 幸好还有很多从性爱中发掘乐趣的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 性爱技巧之于性 就跟体育之于体能活动一样 如编排犹如教科书的《爱经》和《房氏之乐》两本书 无非是为了使性爱更负变化 趣味和挑战性 提出各种改善性爱技巧的建议和方向 大多数文化中都存在着 建构于宗教意涵上的复杂体系 执行性爱的训练与表现 原始先民的丰饶仪式 希腊的酒神秘典 娼妓与女祭司经常混淆不清的现象 都可自为正 似乎在宗教的萌芽阶段 很多文化都以显而易见的性吸引力 作为建立复杂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基础 罗曼史 我又在身体动作的基础上增加心理的层次 性的修养才算是真正开始 历史学家指出 西方人钻研爱的艺术资历尚浅 除了少数例外 希腊 罗马人的性爱行为几乎毫无浪漫的成分 现代亲密关系中公认的不可或缺的追求 情人间推心致富 终身相许等过程 都是中世纪后期 终由法国南部城堡的游畅诗人所发明的 后来欧洲其他地区的富裕阶层 才相继模仿这种甜蜜的新作风 所谓罗曼史 原为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首唱的求爱仪式 自此为情人提供了一系列崭新的挑战 对那些以学会面对这些挑战所需技巧的人而言 这不仅是种享受 更蕴藏着无穷的乐趣 其他文明中类似的性爱精致化的历史 大致也不算悠久 日本的异技便是受过高深训练的爱情专家 他们必须精通音乐 舞蹈 戏剧 还要能吟诗作画 印度的妓女 土耳其的宫女 也都是色意双全 遗憾的是 这些养着弥高的专业标准 虽为性的复杂潜力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对于提升多数人的体验品质 却没有直接的影响 从历史观之 罗曼史 似乎局限于有钱有闲的年轻人 任何文化背景下的多数人 性生活都极为单调无聊 全世界的正派人士 都不会花太多精力 在借性爱繁衍后代 或以性为出发点的各种活动上 在这方面 罗曼史跟体育很类似 多数人光说不练 只听人谈论 或旁观叹琴高手的高明手法 就心满意足 如果在肉体享乐 与追逐浪漫爱情的乐趣之外 情人之间还有真正的关怀 性爱的第三个层次就显现出来 同时也会出现新的挑战 把对方当作独一无二的人 了解对方 帮助对方 完成对方的目标 从中发掘乐趣 这个层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提供一生一世 用之不竭的心流经验 一开始 性的愉悦 甚或乐趣都唾手可得 凡夫俗子年轻时难免坠入爱河 初次约会 初吻 第一次性经验 都是非同小可的挑战 足够一个年轻人 好几周都沉浸于心流之中 但是对很多人而言 这种狂喜的状态 一生只有一次 初恋以后 所有的感情 可能都不再刺激 跟同一个对象 做爱多年 要保持同样的性爱乐趣 实非意识 恐怕人类跟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 并非天生奉行一夫一妻子 配偶双方 若不能致力于 从相处的关系中 发掘新的挑战 学习新的技巧 并充实双方的感情 彼此厌倦是无法避免的 即使最初的体能挑战 足够维系心流 日后若培养不出 罗曼史与真心关怀 这段感情 终究是要褪色的 如何维持爱情的新鲜感 答案跟其他活动一样 双方关系要乐趣盎然 复杂性一定得提高 而要增加复杂性 双方就得不断在自己 和对方身上寻求新的潜能 要达到这个目标 他们就必须在彼此身上 投出更多的注意力 了解伴侣的思想 感觉与梦想 这是一种持续的努力 是一辈子的事情 当一个人真正开始了解 另一个人时 他们就能一块展开各种冒险 一块旅行 一块阅读同样的书 抚养子女 拟定各种计划 并付出实现 这些事会越来越有趣 越来越有意义 细节并不重要 因为适用于每个人特殊处境的条件 不见相同 重要的是大原则 性跟人生的其他层面一样 只要我们愿意下功夫去控制它 增强它的复杂性 它就会变得更有乐趣 控制的最高境界 谈到控制身体与体能 西方文明跟东方文明比起来 实在太幼稚了 在很多方面 西方操纵物质的成就 堪与印度和远东国家 控制意识的能力相提并论 这两种发展各有偏废 所以都不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 例如 印度人一意追求 自我控制的更高技巧 竟对现实环境的物质挑战 置之不离 以至于人口暴涨 资源匮乏 大部分人保清挫折之余 普遍感到无力与冷漠 相反 西方人擅长控制物质 所到之处都尽快把资源 转换成消费品 导致资源枯竭 完美的社会 应该在精神与物质世界之间 找到平衡点 但又不执意苛求完美 在控制意识方面 我们可以向东方宗教寻求执意 瑜伽与心流 在东方锻炼身体的方法之中 哈他瑜伽可以说是最古老 也最普遍的一种 它的若干重点 跟我们所知的心流心理学 遥相呼应 再加强精神能量控制方面 是个有用的范例 值得提出来讨论 西方从未创造出 与哈他瑜伽相近的东西 西班牙圣本堵 与圣多明歌修士 锁定的寺院清规 以及罗耀拉修士 所提倡的精神磨炼 或许是最接近 借助心理与体能 训练控制注意力的方法 但他们在纪律上的要求 都远不及瑜伽言格 瑜伽一词在梵文中 意为结合 指的是这套方法 以追求个人与神的结合为目标 首先是结合身体各部分 然后是整个身体与意识结合 构成秩序体系的一部分 为实现这个目标 1500年前 帕坦伽利设计了 技巧渐进的八阶石修法 其两种石修称为道德准备 目的是改变一个人的态度 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端正意识 他们的作用是在实际展开心灵控制之前 尽可能把精神伤降至最低 实践上 第一石修治戒 要求一个人节制 可能伤害他人的行为与思想 虚伪 盗窃 淫欲 贪婪等 第二石修内治 其遵守清洁 学习 顺从上帝的规矩 这都有助于把注意力 导向可预测的模式 使控制注意力更为容易 接下来两种石修 与身体的准备有关 让瑜伽行者 养成能克服感官需求的能力 保持精神集中 不会疲惫或分心 第三石修 着重做法 以及长时间静坐 而不向压力 或疲倦屈服 这部分是西方人最熟知的瑜伽 通常令人联想到 一个身上只包着像尿片的东西的行者 头下脚上倒立 双腿还盘在紧后 第四石修 调膝 目的在于使身体放松 呼吸节奏稳定 第五石修 是进入正式瑜伽 修行门户的预备动作 称作质感 它主要是学习 从外界事物上 撤回注意力 控制感觉的出入 能够只看 听 和感知 准许进入知觉的东西 在这个阶段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 瑜伽的目标 与本书所描述的心流活动 多么接近 控制内心所发生的一切 心流 最优体验心理学 米哈里切克森米哈赖作品 心流理论之父 积极心理学奠基人 开山之作 有声书 由中信书院出品 郭潘飞博奖 虽然另外三种石修 不属于本章的范畴 他们强调 用纯心灵的方式 控制意识 与体能技巧 没有关系 但为了完成起见 而且 因为这些心灵运作 必须以前面的 体能运作为基础 在此 还是简单介绍一下 第六石修 直尺 是长时间专注于 一种刺激的能力 可视为 与前面的质感相呼应 前面我们学习 把事物 并除在心灵之外 现在学的 则是把它们 封锁在心里 第七石修是净律 在此阶段 我们不再需要外来刺激 就能忘怀自我 专心致志 使外来干扰 毫无可乘之机 瑜伽行者 最后要达到的境界 是三昧 意义 三摩地 以及 沉思与思考对象 合而为一 达到此阶段的人说 三昧 是他们毕生 最有乐趣的体验 瑜伽与心流的相似 显而易见 甚至 不妨把瑜伽 视为一种 经过周详规划的心流活动 两者都企图 借贯注精神 进入乐趣盎然 浑然忘我的境界 而且 都靠肉体的训练 达到其中注意力的目标 但也有人刻意强调两者的差异 他们的主要差别在于 心流重视强化自我 瑜伽和很多其他东方灵修 追求的却是泯灭自我 瑜伽最终的三昧阶段 也是涅槃的起点 要让自我 如同川流汇入大海一般 与宇宙结合为一体 因此也不妨说 由结果观之 瑜伽与心流 各取相反的极端 这种相反只是表象 并非实质 在瑜伽八阶石修法中 七节都与渐进提升 控制意识的技巧有关 三昧与随之而来的解脱感 倒不见得那么重要 这可以用登山来批语 活动的真谛 存在于七个阶段之中 如同登上山顶之所以重要 只因它证明了我们爬过山 爬山的过程 才是真正的目标 另一个支持两者相似的说法认为 即使在最后的解脱关头 瑜伽行者 还是得严加控制自己的意识 除非他在放弃自我的那一刹那 仍保持完整的控制权 否则 根本谈不上放弃 放弃自我所有的直觉 习惯 欲望 是全然违反自然的行径 没有极高的自制力 绝对办不到 因此 把瑜伽视为最古老 最有系统的心流制造法 并无不合理之处 瑜伽有其创造此类体验的独特细节 而其他心流活动 诸如钓鱼赛车等 也都各有各的窍门 瑜伽乃是特定时期 特定文化的产物 它摆脱不了隶属的时代 与地域的影响 瑜伽是否比其他方法 更能创造最优体验 不能只凭它的优点决定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 它的机会成本 并与其他选择做比较 才能判断 瑜伽所达到的控制 是否值得 投入所需的精神能量 东方武术 另一套近年来 在西方流行的东方修炼法 就是所谓的武术 武术的招式变化极多 好像年年都有新花样 包括柔道 空手道 跆拳道 和气道 太极拳等 都是源于中国的徒手搏斗法 还有从日本传来的剑道 剑术及忍术 武术受道教及佛教禅宗的影响 以强调控制意识的技巧 东方武术不像西方武术 只专注于体能表现 而倾向于修炼习武者的心理 与精神状态 武士的目标 是在瞬间布甲思索 并以最佳攻守招数 搏击敌手 武术高手声称 战斗是一场充满乐趣的艺术表演 平时精神与肉体二元化的状态 会在战斗中转变为和谐 而集中于一点的心灵专注 因此 武术也大可视为心流的一种特殊形式 很多人都承认 运动 性爱 甚至瑜伽 都能带来乐趣 但很少人会超越这些体能活动 去探讨身体其他器官 用之不尽的潜能 其实任何可经由神经系统辨认的资讯 都能带来丰富多变的心流体验 以眼睛事物为例 我们通常只用来判断距离 避免一脚踩在猫身上 或寻找车钥匙 偶尔美景当前 人们就会住宿享用美的饗宴 但一般人都不懂得 有系统的培养视觉潜力 其实看的技巧永远是乐趣的泉源 古典世人米南德写出了 观察自然之乐 照耀我们的太阳 星辰 大海 以立的云 以及点点星光 不论你活一百年 还是只有几年 都不可能看见 比这更崇高的东西 视觉艺术 是训练这些能力的最好理由 以下是几位深谙艺术鉴赏指导者 描写 他们见人之所不能见的感受 第一位回顾 观赏最欣赏的画家的作品的感受 肠胃十足 他强调作品所含荣的视觉和谐 能带来秩序感的动物 费城博物馆收藏的赛上的玉女图 真是杰作 第一眼就令人感觉是副佳作 这不见得是理性 但一切都和谐无间 艺术作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是你突然觉得想欣赏了解这世界 这可能就是你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可能是夏日河畔玉女的精神所在 或是突然放开自我 了解我们与这个世界有何关联的能力 另一位鉴赏家描述美感的心流体验 起伏不已的物理空间就如同潜入一池冷水 身体所感受的震撼一般 看见深得我心的作品 我会有种强烈的反应 不一定是欣喜 而有一点像肚子上挨了一拳 觉得有点想呕吐 这种完全令人无法抗拒的感觉 迫使我去摸索一条出路 使自己冷静下来 并尝试用科学的方法 不要一下子把我所有脆弱的触角都展开 冷静地观察它 真正体会每一个色调与线条之后 全面的震撼才会出现 当你碰到一件极为杰出的艺术作品 你会立刻知道 它使你所有的感官都兴奋起来 不仅是视觉 也包括感性与知性 汲取平凡中的不凡之美 在受过训练的眼睛面前 不但伟大的艺术作品 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心流 甚至最平凡的景象 也令人愉悦 一位家住芝加哥郊区 每天要搭乘高速列车上班的男士说 像这么一个晴朗的日子 我一定会在车上 眺望沿途防射的屋顶 因为俯瞰这个城市实在太迷人了 我在城里却又不属于它的一部分 看着那些各式各样的造型 那些出众的老建筑 有些已成了废墟 我的意思是 它激起我的迷恋 好奇 我可以走进办公室说 今天早晨来上班 好像穿过一幅席乐的工笔画似的 因为它画的屋顶和类似的东西 都非常利落清晰 把全副精神放在视觉表达上的人 往往就用这种方法看世界 就像一位摄影家望着天空说 这正是柯达彩色的天空 加油呀 上帝 你快要赶上柯达了 很显然 要从视觉得到这种程度的感官享受 必须经过训练 一个人必须投入相当的精神能量 去看美丽的风景和优秀的艺术作品 才能辨识具有喜乐风格的屋顶 其实这也适用于所有的心流活动 不培养必须的技巧 就不可能在追求中找到真正的乐趣 但跟其他几种活动比起来 看是最直接的 虽然有些艺术家认为 很多人眼睛好像疯了一层蜡 因此不在这方面多多开发培养 实在太可惜了 前面曾介绍过 瑜伽可以借着训练眼睛不看而产生心流 而现在又说用眼睛来引起心流 似乎有点矛盾 但只有对那些认定行为 比他得到的体验更重要的人 才是如此 只要能控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看不看 并没有分别 同一个人可以在早晨打坐 封闭所有的感官体验 下午用心去看一幅艺术杰作 这两者都可能带给他同样程度的愉悦感 聆听喜乐的乐音 在所有已知的文化中 把声音整理成乐耳的秩序 是一种改善生活品质的普遍方法 音乐最古老 也可能最受欢迎的一种用途 就是帮助听者把注意力 集中于特定的模式 培养所需要的情绪 所以出现了跳舞的音乐 婚礼的音乐 葬礼的音乐 宗教与爱国的场合 也有专用的音乐 音乐能促成罗曼时 已有助于士兵齐步前进 非洲中部伊图里森林的矮人族 在荒年来临时 总以为是一向供应他们生活所需的人慈森林睡着了 于是部落领袖 决出埋在地下的神圣号角 一连吹上几天几夜 希望把森林唤醒 回到昔日的美好时光 音乐在伊图里森林的用途 可视为其他地区的范本 号角声或许唤不醒森林 但熟悉的声音一定是矮人族相信 援兵即将来临 让他们有信心面对未来 今天从随身听 或立体音响中传出的音乐 也是因应类似的需求 青少年脆弱而正在发育的人格 整天不断地面临种种威胁 尤其需要具有未见模式的声音 重建意识秩序 很多成年人也一样 一位警察告诉我们 整天逮捕人又要担心会不会挨子弹 如果返家途中再不打开车上的收音机 我一定会发疯的 听与用心听 音乐是经过整理的声音资讯 帮助我们组织和安抚心灵 降低精神伤 获一目标受到杂乱资讯干扰所引起的失调 聆听音乐可消除厌倦与焦虑 严肃而专注的聆听更能产生心流体验 有人说科技的进步使音乐普及 大大改善了生活品质 电晶体收音机 激光唱片及录音机 不分昼夜 不停地播放着音质清晰的最新流行音乐 源源不断地流淌的好音乐 按理说 应能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 但这种论调同样犯了行为与体验不分的错误 听上好几天录制的音乐 并不一定比聆听一场期待了好几个星期 但为时仅一小时的现场演奏更有乐趣 听的本身并不能改善生活品质 重要的是听进去了什么 我们常听见音乐 却很少用心去听 很少有人是因为仅仅听见音乐而产生心流的 正如其他时一样 要从音乐中得到乐趣 必须先投入注意力 由于录音科技使音乐太普及 一般人都不把它当一回事 因此也降低了我们从中获得乐趣的能力 在录音机问世以前 现场音乐演奏还能唤起 如同宗教仪式般的敬畏之情 且不说交响乐团 即使只是村中的舞会音乐 也令人联想到制造核心音乐的神秘技巧 一般人对这类场合都怀着很高的期望 自己知道该全身贯注 因为每场演奏都是独一无二 不可重复的 如今现场演奏会 例如摇滚乐演唱会的观众 仍多少带有参加仪式的情怀 像这样聚集大量人潮 目击相同世界 思考和感觉相同事情 处理相同资讯的场合很少见 这种集体参与在观众心目中 产生第二凯姆所谓的集体亢奋 也就是隶属于一个具体群体的感觉 第二凯姆相信 这种感觉是所有宗教经验的全员 现场演奏会的气氛 帮助听众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乐上 远比聆听复制的音乐更能产生心流 音乐的挑战 若说现场音乐比录音带来更多乐趣 其实也不尽然 只要投入恰当的注意力 任何声音都可以成为乐趣的全员 事实上 正如亚奎祖巫师教导人类学家卡斯塔尼达的那样 只要用心倾听 即使是音乐中间的禁忌 也能带来无比的喜悦 很多人拥有可观的唱片收藏 大量精美的音乐作品 却不能从中找到多少乐趣 他们打开音响 听了几遍 对音质的清晰度称赞几句 就把这套设备数值高格 直到换购更新更好的产品为止 懂得充分利用音乐的潜力者 自有一套把这方面体验转变成心流的策略 他们从一开始就为听音乐 保留特别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还运用柔和的灯光 舒适的座椅 或是遵循一套特别的仪式 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 他们对于要听的曲目也精心规划 为整套曲目设定特定的目标 聆听音乐最初往往只是一种感官体验 在这个阶段 我们对什么样的声音会产生愉快的反应 完全受神经系统中的基因控制 悦耳动听的和弦 如气如素的横笛 振奋人心的小喇叭 都能打动我们 一般人对鼓声节奏特别敏感 甚至有人说 摇滚乐的打击伴奏 令听众联想到 在母亲子宫里听到的心跳声 音乐下一层次的挑战 乃是联想式聆听 在这个阶段 听者必须培养根据声音模式 理想感情与意象的技巧 凄凉的萨克斯风 令人想起大草原上 暴风雨将至 乌云密布 遮天蔽日的情景 柴克斯基的作品 宛如眼前呈现雪 敲驰过银色森林 铃声叮当的一幕 流行歌曲直接用歌词 唱出音乐 所要烘托的情绪或故事 更是把联想的可能性 发挥得淋漓尽致 分析式聆听 是听音乐最复杂的阶段 此时 注意力已脱离了 感官与情节叙述 转而投注在 音乐的结构元素上 这一层次的聆听技巧 是辨识作品 潜藏的秩序 及达成和谐的方法 这又包括 用批判的眼光 评估演奏 与音响效果的能力 比较同一作曲家 稍早与稍后的作品 或同时其 其他作曲家的作品 比较乐团 指挥 或乐队 稍早 或稍晚的演奏 以及 其他个人 或团体 对乐曲的阐释 分析室的聆听者 经常比较 同一首蓝调歌曲 不同的版本 或列举聆听重点 例如 听听卡拉扬 1975年录制的 《第七交响乐章》 跟1963年录的 同首曲子 有何不同 或芝加哥 交响乐团的管乐部分 真的比 柏林交响乐团的好吗 诸如此类的目标 确立后 聆听就成为一种 回馈源源不断的 积极体验 例如 卡拉扬的速度 减慢了 柏林交响乐团的管乐 高亢有余 而元熟不足 一个人 一旦培养了 分析式的 聆听技巧 享受音乐乐趣的机会 变成几何技术增加 音乐教化的功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谈了 听音乐 如何能产生心流 但学会创作音乐 收获更大 太阳神阿波罗 教化文明的力量 来自他弹奏 竖琴的能力 牧神潘的笛声 能使听者如痴如醉 竖琴手 俄尔腐斯的乐声 甚至克服了死亡 这些神话都指出 创造声音和谐之美的能力 与前存于 社会秩序之下的抽象和谐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 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柏拉图就是因为警觉到这种关系的存在 所以才相调 教育儿童 首先就该教他们音乐 学习把精神 专注于优美的节奏与和谐之中 意识的秩序才得以建立 我们的文化似乎越来越不重视 儿童的音乐技能 学校预算没有删减 最先遭殃的就是音乐课程 还有美术和体育 这三种对于改善生活品质 极为重要的技能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 竟被视为多余 着实令人额望 很多人因为孩童时期 被剥夺了正式接触音乐的机会 所以进入青少年时期后 才会投入大量精神能量 支持自己的音乐 他们组成摇滚乐团 买唱片 录音带 对于一种不见得有助于 意识复杂化的次文化 深深着迷 即使是学音乐的孩子 问题依然存在 太强调演奏技巧 而忽略了他们的感受 逼孩子拉好小提琴的家长 往往对孩子喜不喜欢拉小提琴 漠不关心 他们只希望孩子拉得好 引起注意 赢得比赛 有朝一日能到卡内基音乐厅表演 这种作风 使音乐的效果适得其反 成为心理失调的一种病因 父母的期望 把音乐变成一种压力 有时竟导致孩子精神崩溃 洛林·霍兰德 从小就被誉为钢琴神童 他那位凡事苛求完美的父亲 是托斯卡尼尼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他记得小时候独自弹奏钢琴时 常觉得狂喜不已 但只要严格的父亲老师一露面 他就会吓得直发抖 青少年时期 霍兰德在一次演奏会中 手指突然麻痹 此后多年 他的手指一直无法伸直 某种他自己也无法察觉的意识机制 免除了他长期饱受父亲批评的痛苦 如今心理因素引起的瘫痪 已告痊愈 他致力于帮助其他有音乐天赋的孩子 用合理的方式找回对音乐的乐趣 虽然学习乐器从小开始最好 但永远不会闲太晚 有些音乐老师的专长是教导已成年 胜或上了年纪的学生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甚至年余五十才决定学钢琴 尝试与别人合作发挥自己的技巧 最愉快的经验 莫过于参加合唱团 或加入业余演奏团 个人电脑已有相当先进的软件 使作曲变得更简易 而且让你立刻就能听见演奏的效果 学习制作和谐的音乐 不但乐趣无穷 而且跟精通所有其他复杂的技巧一样 有助于强化自我 美食之乐 歌剧威廉特尔的作曲家罗西尼 一语道破了音乐与食物之间的关系 食欲至于肠胃 就跟爱情至于心灵一样 肠胃就像一位指挥 领导情绪的大乐团 使他生机蓬勃 音乐能调和情绪 食物也一样 世间所有的美食 都是根据这一观念发明的 德国物理学家 海银茨·莱布尼茨 最近完成了好几本食谱 他在书中也应用到音乐的辟语 在家烹饪的乐曲 像是在客厅演奏弦乐四重奏 而上一楼的馆子用餐 却像是一场盛大的演奏会 吃出学问 吃跟性一样 都是与生俱来的 能带给我们快乐的活动 利用呼叫器进行的体验抽样法 研究显示 即使在高科技的都市社会里 一般人还是在用餐时间 觉得最轻松愉快 尽管在餐桌上 注意力集中 力量与自信等心流因素 都有所削弱 只要假以时日 所有文化都会把 吸收卡路里的简单过程 转变成一种 不但享受 其能带来乐趣的艺术形式 烹饪的发展 与其他心流活动并无不同 首先 一个人得把握行动的机会 在此 指的是环境里 各种可食用的素材 经过用心观察 他就能把不同食物的特性 区分得越来越精细 古人发现 盐可以防腐 蛋可以用来和其他食物一起搅拌 大蒜单独吃 或许味道太重 但用的适量 却能增添菜的风味 岂有医疗的效果 了解这些特性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各种实验 研究出调和各种配料 做出美味佳肴的规则 这些规则 就演变成为一道道 不同的菜色 它们的繁复多变 充分证明 种类有限的可食素材 能唤起广大 而多样的心流体验 烹饪艺术的创新 大多是历代君王 雕酸善变的口味 所促成的 古希腊历史学家 瑟诺芬 写到2500年前 统治波斯帝国的 居鲁士大帝史 笔触可能有点夸张 使者行遍世界各地 为大地寻找美味的饮料 还有一万仆丛 专门为他准备食物 不过 关于食物的实验 绝非统治者的专利 以东欧的妇女为例 除非她们一年365天 每天都能做出一道 不同口味的汤 否则就被认为 还没有资格结婚 要把进食的生理需求 转换成心流体验 我们必须先注意 自己吃下去的东西 客人若把主人精心准备的食物 胡伦下肚 十二不知其味 主人一定会觉得很意外 也很受挫 这是麻木不仁 也浪费了宝贵的体验机会 培养对食物的品味 跟培养其他技巧一样 需要投入精神能量 这份投资会换得 数十倍价值的复杂体验 懂得享受吃的乐趣的人 会渐渐培养出 对特定食物的兴趣 并乐于了解 它的历史与特色 他们会学习这种烹饪法 学会做这种 地方风味的各式料理 如果他们专精的是中东食物 他们就知道 怎么做最好的豆泥 哪可以买到最好的香料 最新鲜的茄子 如果他们偏好的 是温尼斯食物 他们也会懂得 哪一种香肠 配谷物粥最好吃 如果找不到温尼斯龙虾 用哪种虾代替 最不识原味 口腹之欲会上瘾 食物的口味 也如同其他 与身体技能有关的心流来源 体育 性 视觉美感体验 必须先握有活动的控制权 才能产生乐趣 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赶潮流 而致力于成为美食家 或品酒高手 一味试图克服外来的挑战 结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 但如果抱着冒险和好奇的心理 为体验本身 去试探食物的潜力 没有炫耀专门知识的意图 那么吃和烹饪 都会为受过训练的舌头 带来许多体验心流的机会 口腹之乐的另一项威胁 跟性可以说是对等的 就是它会上意 基督教七大罪中 列入贪吃和好色 可见其影响之大 创教先驱十分清楚 肉体快乐 会轻易把精神能量吸干 无法再去追求其他目标 清教徒对一切乐趣的猜忌 其实不无道理 因为一般人尝到 喜欢的食物的滋味以后 自然会想要更多 因而从日常生活的 当务之际中拔出时间 来满足这方面的欲望 压抑并不是道德修养的方法 基于恐惧而勉强压抑欲望 人生就会变得暗淡无光 这种人会变得刻板 自慰 自我也停止成长 唯有自动自发地 遵守某些纪律 人生才有乐趣 而仍然不理智 一个人若能学会 发乎本心 控制本能的欲求 就能享受乐趣 而不上瘾 不至于成为欲望的奴隶 美食狂 更完全不肯体会 口腹之欲者 同样令自己和旁人厌烦 在两个极端之间 存在着相当大的 改善生活的空间 有些宗教 把人体比喻为 上帝的殿堂 或上帝的器皿 这样的意向 连无神论者也能理解 组成人体器官的 各个组织或细胞 就是我们跟宇宙 其他部分接触的工具 身体就是一架探测器 有很多灵敏的装置 可以从广袤无垠的空间 汲取资讯 我们净由身体 去了解别人和这个世界 虽然这种关系 本身可能已相当清楚 但我们经常忘记 其中也有极大的乐趣 身体器官以演化为 只要运用感官 就能产生积极的情绪 在整个组织中 产生和谐的共鸣 发挥身体的心流潜力 实非难事 不需要特殊的才能 也花不了什么钱 每个人都可以借着 开发一两种过去忽略的体能 大大改善生活的品质 当然 一个人要在数种不同的体能领域 都真挚高度复杂的程度 相当不容易 做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舞蹈家 或深庵 声 光 饮食之美的行家 都需要全力以赴 一个人清醒的时间有限 能精通几项就已经不错了 但你也不妨在各方面 都做个半调子 培养足够的技巧 从身体的各种能力中 求得乐趣 请不吝点赞